坚果保龄球 扛伤灰烬输出血后记忆体的版本之子 挑战以下恶心疆能否成功 黑橄榄僵尸 防具打掉 公开一下他的血量 才剩二百七必死无疑 冰车二爷 我甚至都没来得及开血量 太简单了 老大难度升级一下 OK挑战高建国将士 你们觉得版本之子能打赢吗 版本之子全程被减速 极大的影响 最后高建国凭借超后血量 攻击减速坚果保龄球 拿下版本之子 可是 冰车巨人 来公开一下巨人血量 哇 还有这么多血 这一下记了 可惜 爆炸监管来太晚了 哎 铁门白眼巨人 这句运气好 直接来两个报件 看一下巨人血量 一千五 这就秒杀好吧 归 眼门红眼巨人 最后两千四血量 版本之子有点悬呢 嗯 提出回 不愧是版本之子 冲锨 冲锋 橄榄 橄榄 巨人 速度极快 你们觉得版本之子能赢吗 能到抠一 不行的抠零 可惜就差最后的致命一击 新出的坚果巨人 好好好 看着很肉 其实一点也不 不过死后还会召唤白眼巨人 那并没有什么用 最后分 橄榄小鬼能扛三下 经过宝灵球攻击 其他小鬼一下都扛不了 打不到气球舞王